静红,我现在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,你要快些振作起来,做个好样子,给阿姨看,给你爸爸看。 换个角度想,阿姨说不定现在挺开心的,她活着的时候那么想念叔叔,现在他们终于要见面团聚了,她的心里也一定很高兴的。 喜致,谢谢你,我会听你的,天一亮我就去一趟外婆家。 好,你也别太自责了,这也怪不得你,越是这时候越不要自乱阵脚,让别人看笑话,你懂我的意思吗? 我懂,杜雪儿不会无缘无故忽然回负宅,之前我明明已经给了她一大笔钱让她走。 估计陈康已经去查这件事了,这个也不复杂,应该很快就会有答案的,但这些都不是太着急。 江千南还在外边,我刚才问她想不想回去,她说不想,但是这深更半夜的,她的身体状况你也知道。 我想了想,去了这时候,还是先把她接到我那儿去住吧,你说呢? 就照你说的办吧,她胆子小,我这边又走不开,家里只有她和蓝姐,她一定害怕。 说到蓝姐时,她猛地一下想起什么。 如果她没有预料错的话,那把水果刀应该就是蓝姐放在蒋浅南房间里的。 事情到了这一步,她真是觉得她犯了跟她父亲同样的错误。 对于有些人真的不能心慈手软,不然到最后,受伤害的一定会是你自己。 蓝姐为月蓝,我要她血债卸成。